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山核桃就比较硬 一根果实就是核桃 它就是美国核桃 高考期间怎么吃 凉拌 热食两相宜 我们这个核桃吧 它挺好开 哇 还要加点盐 对 刚刚你生日太开心了 我尝尝 客户挑喜 助力高考和味道大厨学起来 头感柔喝着舒服 柔 舒服 熟水品类开创者 全国销量领先 金麦郎两百开 头感柔喝着舒服 频道健康产品合作伙伴 一力新活冬老年奶粉 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本节目由六个核桃赞助播出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让长江休养生息 让水生生物繁衍生长 进入退步 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 江苏省八部门联合 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 涉及长江流域 非法捧捞迷惑物物的各种反应 不卖不满 不烹不食 严格落实 锁证锁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严禁违法虚假宣传 全民行动 同心协力 拒绝野生将先流向餐桌 抵制烹饪 野生将先 杜绝食用 野生将先 十年进 方能有余 举到电话12315 欢迎来到味道厨房 吃什么怎么吃 跟着我们学就对了 高考了 那考生们都在锦商的备战 而家里有考生的父母们呢 都在为孩子吃什么 绞尽脑汁 对 独脑呢是一件头等大事 亲于你高考的时候 吃的最多的是什么 还有印象吗 说实在的 在新疆啊 你都知道这瓜果飘香 很多的不管是水果还是干果 都非常的好吃 我印象当中 新疆有一个很有名的核桃 叫新疆三三 是它的代号 就是现在大中 大家比较了解的 那个纸皮核桃 就是那个一捏它就是碎了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家吃核桃的时候 我妈都要用那个门 给它压一下 它那个壳就比较硬比较厚 但是新疆三三就是弄得特别薄 后来发展到 又有一个叫新疆185 185 就你一个手就能把它剥开 对对对 就现在比较好包的 就是185个刀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 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准备的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首先欢迎 南京精灵菜传承人陆少凤 欢迎 欢迎 陆大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看陆大厨带的就是这种 各式各样的核桃 核桃最小的 其实它浑身都是宝 有万岁子长寿果之称 自古以来呢 核桃都是被公认为 最佳的补脑圣品 据说呢 随堂时候啊 那个科举考试的人 就慎行吃这核桃了 这个我认识 185 现在最流行的 对 你表演一下 你还不管呢 这叫纸皮核桃 我们叫纸皮核桃 一拨一个 它其实是这样 你扣开就好了 对啊 你看清明一拨 对 然后这个就是云南的核桃 这个核桃干枝非常老实 跟你们说啊 咱们六个核桃 选核桃很有讲究 它分别选过的是 三大黄金核桃产地 有哪啊 新疆 还有哪 云南 以及太行山 是 现在像这个新疆185的话 卖到多少钱 这个市场上也很便宜 十来块钱一斤吧 十来块钱一斤 我觉得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 我手上这个山核桃 山核桃 这个 山核桃 我记得一小罐在超市 都要买到一百多块钱了 那我赶紧尝尝 嗯 这山核桃就比较硬 我反正记得 我有一次补了牙齿 我就磕这个核桃 直接给我那牙磕崩了 但是这个山核桃很小 很难剥哦 它这个里面是 五香的味儿是后来加入的是吧 嗯 对 肯定是这个后来烤制的 像这山核桃 它的故乡其实是在 这晚交界的天目山区 嗯 就我们经常不是会买 那个林安山核桃吗 就林安这个地方是最有名的 对 那边的山核桃都长到一些 小的咸牙翘壁附近 嗯 所以呢 那个彩色特别困难 所以那山核桃价格就比较高 对 产量也很低 嗯 它的微量元素 其实是很丰富的 对对 就多吃这些山核桃也是好 一般带壳的 大概要到25块钱一斤 如果你是剥好的这个肉的话 就是65块钱左右 对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冷知识啊 很多朋友不晓得啊 毕根果其实就是核桃 对 而且就是 对 它就是美国核桃 外来的朋友 但是你要知道 毕根果它的热量非常高 100克的毕根果 它可以产生的热量 有670千块 嗯 你要跑步的话 得跑两小时 很贵 热量很高 是吧 价格呢 反正就在30到50块钱不等 嗯 咱们今天第一道菜 主要选用的是什么核桃 就用的这个新疆的纸皮核桃 好 嗯 选核桃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讲究 有些要看颜色 嗯 颜色发黄 那种黄木色 嗯 那如果发黑啊 什么 它就不要买 发黑的有可能是 是我朝上的样 嗯 这个颜色黄亮一点 花纹多 且颜色比较浅然 嗯 另外一个方式让颠一颠 是不是比较沉一点 哦 就是要颠它的重量 对对对 如果有的核桃 它没长好 粘掉了 嗯 或者坏掉了 它很轻 就是一个壳 嗯 其实就是选它的话 就是买重不买大 对对 就有一些可能它看上去大 但是颠上去轻 就是里面有可能是空的 对对对 甚至或者出虫的 那么还有一种叫文大的气味 嗯 因为核桃它含大量的油脂啊 它这个 没有保管好 它可能会哈掉 嗯 这个哈掉就不要买了 所以文桃它有一种独特的 嗯 像核桃的清香味 对 因为挑选到好的食材呢 是咱们做菜的第一步啊 嗯 所以刚刚呢 陆大厨也帮大家总结了 一共三点啊 看颜色 颠重量 闻味道 很简单的 对 嗯 好 咱们学起来第一道菜吧 第一道我们做一个 乡村拌桃仁 嗯 现在很简单 嗯 乡村苗 嗯 这个气了皮的核桃 嗯 这个核桃呢 我们是漆了皮的 就首先先用水泡 干的核桃 然后用水泡 泡一个晚上 再用鸯签或者镊子 把皮剥掉 哦 那市场上有一种 已经剥好皮的核桃 虽然贵一点 但是这个方便很多 好 我们再弄一点彩胶 做个装饰 这个彩胶颜色 真的饱和我好高 这是很多这个彩胶 就是用来菜品当中装点的 让颜色丰富的 但其实彩胶也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是的 高考季节 吃一些多彩的食物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它富含丰富的各种营养 嗯 对 乡村苗也是一样的 里面也是维生素的含量很高 两者搭配的话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料元素 对 而且这个彩非常的清爽 乡村苗还有一个租的 就是含很多的矿物质 嗯 而且那个乡村 它那个味道就真的是很独特 极其浓烈 嗯 你想忽视它不可能 嗯 所以香味也非常浓郁 在家里面吃这个 还多吃点辣椒 嗯 其实也非常好 用甜椒又不辣 对 甜甜的 同时呢 这个颜色看得也非常舒服 嗯 这是彩胶 就稍微过个水就行了 对 断个身 很多彩胶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嗯 好 接下来是核桃仁也要过水 焯水 这核桃仁过水时间不用太长嘛 对 轻轻地烧开就好 因为核桃它生的就可以吃嘛 对 嗯 如果太久反而会不脆了 对 过一下冷水 它那个口感会更清水一点 这颜色也超棒 这是属于比较清爽的菜啊 对 然后调个味道 很简单 嗯 盐 那么这个核桃的稍稍盐 稍稍多一点点 嗯 平时我们拌这菜可能要 一克多一点 这个我们就要放两克 哦 鸡精反而更多一点 没有 鸡精放的一克也是一克多一点 哦 拌匀了 拌匀 然后我们这里有这个香椿苗 先少拌一点香椿苗 跟着一起拌 让这个香椿的味道融进去 这是凉拌菜啊 对啊 对 所以基本就要好了 对啊 就是很简单 那么如果有的人喜欢来点麻油 就是芝麻油 可以稍稍浇一点点 但是其实核桃的油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们做这个菜 可以不放任何油脂 那像我喜欢吃酸口的 我能加点醋吗 可以放点醋啊 也可以放点辣都可以 酸口辣辣的醋 就是根据你的口味 你可以放不同的调味品 对 超级宽 对 这就属于开胃菜 如果说比如你像孩子们高考 本来就是压力就挺大的 你就给它来点这种 经常吃那种家常菜 也会有点腻 对 来一些这种又简单又方便 但是好像又跟平常 我们自己在家做的 稍微有一点差别 对 把握住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 是不要吃过油的东西 第二点呢 吃得稍微的清爽一点 少油少盐 不要增加肠味的负担 来 搭配着吃 对 香椿苗和核桃一起尝一尝 就带点这个彩椒 嗯 看来很用 这个感觉不一样的小清新 很清爽 我觉得三个的口感在嘴里非常的融合 首先彩椒是脆的 嗯 很脆 核桃呢 有淡淡的清香 同时搭配上香椿苗独有的味道 是非常复合的口感 它们搭配在一起又很协调 就而且还很提神 尤其是香椿在最后的时候 提神醒导那一下 非常的通透 那这个味道直冲老门 对 其实像这种彩椒 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一说到辣椒 它就是辣的 它一点都不辣 反而还有一种清甜的口感 彩椒在很多地方当作水果一样吃 嗯 补充维生素的 是的 哇 这道菜很好 我相信如果做给孩子吃 他会非常的喜欢的 我感觉吃完能烤一百分 总的来说 是吧 脆 香 嗯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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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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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人喜欢香椿的味道 嗯 冲老 而且像这个颜色的话 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就像大厨说的 你看到这道菜 就觉得身心愉悦 对对对 看到五颜六色的 就感觉到特别开心 很协调 搭配的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道菜 那接下来第二道 和核桃有关的菜 会是什么呢 那第二道 我们用核桃 用油炸完之后 用糖裹起来 其实是一个小吃 做好可以放到 这个 用个罐子放起来 多吃几天 做个琥珀陶仁 好 先来看看原材料 好简单啊 这简单是我们做 众多菜中 是最简单的一次 对 你看看核桃仁 然后芝麻 然后还有我们的主角 六个核桃 一点糖和一点这个圆 对 就这么简单 加一个 好嘞 赶紧学起来 好 我这里烧了油 先把这个油烧热 我们放到这里面 自己砸一砸 这次咱们就用的 就是不包皮的了 对 其实包皮的也可以 那有的人 这个一些营养专家说 这个核桃这个皮啊 上面富含着很多营养素 你剥掉了之后 可能会有损失 但是不剥了 就觉得这个味道 这个口感不太好 那么炸锅之后 它会效果会好一些 而且我们选这个核桃仁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选那个熟的 一定要生的 对对 生的 然后用水浸泡一下 这样下锅炸了 它不会立刻就焦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泡完了之后 尽量别带太多的水进油锅 瀝干 这个油温是要几成的 大厨 这个油温不能高 稍稍低一点 我选择三层油温的时候下来 三层油温就是差不多90度的样子 要慢慢地炸 一定是记住 小火慢慢地炸浮起来 就给它在那个油里养一下 对 把它慢慢地养熟 因为核桃含大量的油脂 我们先用低油温 让它核桃细油 然后再把油温慢慢地抬高 把它面油脂逼出来 它就变得又香又酥 其实有点像咱们做炸类的食品的 二次复炸 是的 其实这道菜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在油里茶 第二个就是炒糖浆的时候 因为琥珀核桃的话 大家都知道 外面其实就是裹着一层糖衣的 对 对 你看我们炸的时候 进入 第一油温不能太高 慢慢地冒这个水泡就好 把里面水给逼出来 炸的时间会稍稍长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核桃皮 在这个我们之前是用水泡的时间比较长 炸的时候它很多皮 它会奔出来 就会掉掉 刚刚那个大厨说泡的时间比较长 那要泡多长时间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昨天泡今天做 而像这种生的核桃人 也不能放在微波炉里边加热吧 你看时间要控制非常好 但是很难 它一加热因为含大量的油脂 它很快就变得又干硬 它甚至焦了 影响口感 对 甚至差一个很苦的味道 你看那个止土泡泡 因为我们泡的时间比较长 里面含大量的水分 只要把水分滴走就好了 那怎么判断它已经炸好了呢 就是不再冒泡泡 好 你看上面都没有泡泡了 对 我们这个小火 非常小的火 炸了五六分钟 然后现在把火加大 这个还是炸蛮久的 因为它需要小火 一旦用高温 它就有可能炸焦了 这个地方炸的时候 两点记清楚了 刚刚大厨也总结了 首先是用小火 慢慢地用油给它养一下 对 然后当这个气泡全部没有了 之后把它调成大火 目的就是把里面 这个多余的油分给它逼出来 其实就有点像 那个二次复杂的意思 是的 你看现在其实颜色 已经变成了这种深色了 好 我们吃这个可以了 好 放到这个稀油脂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熬这个汁 这个汁呢 是用六个核桃把糖去熬开 用六个核桃配上这个白糖 直接就给它熬 是的 一般咱们做这个琥珀 做陶仁的时候用的什么来熬这个糖汁呢 用水 用水 咱们是升级版 对不对 对 哎呦 这个糖用量比较多 因为它要整个把那个核桃仁给包裹住 对 然后里面烧烧饭一点点盐 还要加点盐 对 这样呢 它甜度会更好一点 冒泡泡了 先把这个水收拢 就是这个因为用六个核桃啊 它这个核桃的香味特别浓郁 您知道为什么吗 你解答一下 六个核桃呀 选字的是黄金产区的核桃 你知道有哪三个产区吗 你为大家解读一下呀 新疆 新疆 云南 云南 太航山 真好 这个呢不仅原料好 而且采用了一个五重细化的研磨工艺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能够让它更好地打破它这个核桃本身的细胞壁 也就是意味着你吃完之后 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好 再加点糖 对 一边熬一边加 让这个糖的浓度啊 越来越稠 像我们挂这个红货桃的亮度 就越来越漂亮 就是琥珀桃我们在那个饭店里边 它经常会作为凉菜 对 会点 大厨如果比如说我今天炸的比较多 它多长时间食用完是没问题的 你这个炸好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琥珀就是挂了一层团之后 就把它冷却 完全冷却 然后放到个密封罐子里面 基本上放一个十天半个也没问题 好 这个完全这个泡泡的时候呢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我因为没有不粘锅 没有锡在中间 我尽量不要靠到中间 因为中间的火比较大 往两边来 大泡的时候呢 差不多 就可以放入我们的核桃 就上面那个泡沫比较丰富的时候 就可以把炸好 如果你直接上色 那就是拉丝了 拔丝了 拔丝核桃 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着简单做起来难 对于这个火候和你不时地搅动它的那个时机 把握得要很准 对 不然就容易翻车 就是看着简单 对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功夫 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把火关掉 它的那个泡泡变大的时候 赶紧把核桃倒进去 对 把火要先关掉 对 你看你看裹上这个糖色 就是亮了 你看一下就包浆了 然后撒上我们的薯芝麻 哎呀 这个好 我特别爱吃芝麻 芝麻香 然后一会儿凉了之后 它就又脆又甜 是的 可以直接放冰箱里吗 不可以 放冰箱它会吸水 它就不酥脆了 先把拿出来先给它凉透了 对 现在这个时候吃啊 不是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嗯 冷透了之后 嗯 它就更漂亮一点 美味值得等待 你像我们在高考复习的时候 哎 看书看累了 嗯 补充一下能量 对 端出来一个这个 琥珀核桃芸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 教大家做的并不是说 实打实地让你吃饱了东西 嗯 但是确实在整个的 备考的阶段 家长如果做一点这种 小点心 小甜品 嗯 可以调剂一下 枯燥的备考生活 嗯 可以了 那我们不客气了 好 来 看看是不是带一个核桃香味的 那我们就赶紧来尝一尝啊 迫不及待了 这个可以说味道肯定 嗯 很酥脆 吃甜品人就是会开心 你刚那时候是太开心了 我尝尝 特露出喜悦 天哪 有没有找到那个感觉 很酥脆吧 而且我觉得它的甜味非常的好 带着奶香和核桃香 对 这是比我们在那个饭店里点的那个多了一层奶香味 哎呀它这里面因为最后起锅把温度提高了吃到嘴边没有油力感 真的那个油完全吐出来了 对 嗯 你看今天是核桃大聚会 嗯 盘的有核桃 吃的有核桃 喝的也有核桃 所以说再一次要感谢六个核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当然也要谢谢陆竹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陆竹 那高考的同学啊 在家放松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 对 我们最近的节目都是和高考息息相关的 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第一呢 作为家人来说 真的可以学一些菜 做给孩子吃 第二呢 除了做菜之外 更重要的是 好好地陪伴他们 帮他们调整心态 给他们最好的鼓励 是我们都是过来人嘛 都是过来人 身有体会 高考的那段时间呢 其实真的 就是所有的考生我相信都是还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毕竟是人生的大事 这时候就需要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 父母啊 来给予他们温暖和帮助 是的 最后说一句啊 经常用脑的话 多喝六个核桃 好 好 好